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德语语音的学习课堂。 Guten Tag, meine liebe Kurs-Tainem。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德语语音的课堂。我是大家的金老师,金地主。 我将带领大家继续学习德语的语音,了解德国的风土人情。 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学了不少德语的语音了,今天我将带领大家学习几个和英语非常不一样的字母。 怎么不一样呢?乍一看就知道了,它们在英语的字母的基础上多了两个点。 这两个英语字母分别叫做A和O,但是我们德语里面的发音就不是了,多了两个点之后就发成A以及U。 好,我们接下来来分别学习一下。 那么先看第一个字母。 第一个字母呢,就是在我们德语的A,在这个字母的头顶上多了两个点。 它的发音呢,就变化了,嘴巴略略的小一些,就不用脸的那么开,叫做A。 A,那么同样,因为它是原音嘛,它也分长音以及短音两种。 那我们来操练一下,长音呢,叫做A,A,短音,A。 好,我们来看例子。 长音的A,第一个单词,奶酪。 Kaze,Kaze,Kaze。 第二个单词,熊。 威尼小熊啊,叫Bear,Bear,Bear。 和英语非常之像,当然我们德语是长音,你要略略脱长,Bear。 第三个单词,第三个单词是选择或者选举的意思。 当中有一个字母叫W,W在德语里面要念V,所以我们叫做Velen。 Velen。 Velen。 它既可以表示选择,选择某个东西,也可以表示选举,比如说前阵子,欧巴马,美国总统欧巴马,选举,获胜了,也是用Velen这个单词。 OK。 我们把长音练习了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练过A这个音了,所以我们就不多,太多的练习了。 我们很快再把短音也来练习一下,德语里面这个字母,这个字母有两点的这个字母,经常会出现在一些单词的负数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三个单词的负数。 第一个,苹果。 苹果的单数呢,叫做Upfl。 Upfl。 Upfl。 它的负数呢,正好是我们这个字母,跟我来念一下,Epfel。 Epfel。 Epfel。 很好。 德语的单数和负数差别比较大,和英语不太一样,英语只要加S,我们德语呢,相对复杂一些。 接下来,第二个单词,国家。 单数呢,叫做Langt。 Langt。 负数,不但要加两点,还要加一个ER,跟我念一下。 Lan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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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第三个单词,男人,我们都认识。 一起来,单数。 Mang。 Mang。 短,短促有力。 它的负数,Mina。 Mina。 Mina。 好,非常好。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一下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在英语的O的基础上,也就是我们德语O的基础上,加上两点。 它的发音,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因为它比较特殊,它发成O。 O。 你会发现,你会发现这个音,在英语以及汉语的普通话里面,都是找不到它的踪迹的,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多加练习。 这个音语,这个音是怎么发的呢,我们来学习一下,请注意,它的发音是有一个规则,叫做唇形如O,蛇味如A。 可能有的同学听不太懂,我们来解释一下,用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唇形如O,也就是说,你在发这个音的时候,你的嘴唇,它的形状是应该像之前O的那样,还记得吗? 我们以前说O的时候,是要求把嘴巴督圆,督起来的,O。 那么,在发呃的时候,唇形啊,嘴唇的形状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叫做唇形如O。 蛇味如A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发呃,就是我们刚刚学的那个呃的时候,舌头是什么样的? 你的舌头是什么样子的? 是平放在嘴,口腔中的,平放在嘴里的。 好,就保持这个状态,不要变。 嘴唇呢,变成O的样子,舌头呢,变成A的样子,就发出来了。 可能有的同学听到现在已经晕了,哎呦,我的娘啊,这这这这,这怎么办呀? 金老师你说的轻松,真是,怎么发? 哎,金老师,教大家一个办法,听好了。 首先,请跟我一起发长音,A,啊,把它拖长啊,一直拖长,A,这么拖长。 然后,你一边发A这个音,一边呢,把嘴唇,你看,本来我们的嘴唇是撵开的,因为要往两边撵,对吧? 我们要撵开,然后你一边撵,撵到一半之后,再把嘴唇撵起来,就是把本来撵开的嘴唇撵起来,撵成O,撵成圆形,撵成O的那个样子。 来试试看,A,这么发,啊,再简单的说一遍,先发A,然后舌头保持不变,舌头千万不要动,然后把你的嘴唇从撵开的状态,变成撵起的状态。 这个时候,就能发出这个音了,就是,呃,呃,当然,我们也可以模仿,你不一定要按照我们这个要求这么来做,你也可以来模仿,啊,你可以多听听金老师的这个发音,你来模仿。 金老师是上海人,那么上海人,我们上海话里面呢,如果这我们有上海的同学,你们就有福音了,因为上海话里面有类似于这个音的,就是上海话里面的安全的安,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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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别的地方的方言,金老师不是很熟悉,但是别的地方,特别是北方的方言,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一样的音。 没有话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按照刚刚金老师所教的方法,啊,从长音的呃开始,然后慢慢的把嘴撅起来,就能发出呃这个音了,我们一定要多加联系。 好,很好,我们接下来来根据单词来试试看。 长音呃的第一个例子,我们一起来看,是狮子的意思,狮子,或者是星座里面的狮子座。 一个很威武,很霸气的一个星座,我们一起来念念看,前面是狮,前面是狮,后面是狮,后面是狮,后面是若读的狮,我们合在一起试试看,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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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多加练习,多加练习,狮,狮, 第二个音,第二个单词,生气的。 比如说,比如说,我生气了,我生气了,我生气了,请大家记住,这个单词,生气的。 第三个单词叫做,lear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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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工资,但是是工资的负数,工资的单数叫做lawn。 你看,我们刚刚学过几个单词,比如说苹果,比如说男人,他们单数都没有这个两点,而负数就有了两点。 诶,德语里面经常有这样的负数,我们再来操练一遍,单数叫做lawn,lawn,负数呢,叫做learn,learn。 那么,工资这个东西,当然是负数最好,为什么?工资总是多多益善,对吧? 有了负数,有了几份工资,肯定是比一份要更开心的。 好,我们要记住这个单词,叫做learn,很好。 第四个单词,我们要练习一下笛字,给我念一下flö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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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最后,我们长音的r,最后一个单词,我们知道一个作家的名字,这是德国最伟大的一位作家,中文名字叫做歌德,我们德语呢,叫做göter。 göter,请注意,其中th,th发音是t,th发音是t,所以叫göter。 göter,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它的名字里面并没有那个带两点的东西。 我们德语里面,o和e合在一起,可以相当于带两点的这个r。 换句话说,o和e合在一起,我们就发成r这个音,当然在德语里面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歌德,人家是大文豪啊,所以他名字跟人家不一样,就不带两点,就不带两点。 大作家嘛,像我们鲁迅同志,鲁迅同志就算写一个错别字,我们老师还说这叫通甲子,为他辩护呢,啊,德国的歌德也有这个特权,啊,我们再来一遍,他的名字叫做göter。 gö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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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翻一翻 金老师对这个歌德的评价是没有遗憾的男人 这是男人中的极品 男人中的战斗技啊 这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 自己去了解一下这位歌德非常非常波澜壮阔的一生 OK 刚刚练习了呃的长音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练习一下呃的短音 也就是呃 呃 请注意就算是短音你的舌位你的舌头还是要平放的 你的嘴型还是要撅起来还是要像哦一样的 请不要偷懒 不要觉得短音你就可以偷工减料了 不行的 再来一遍 呃 很好 接下来我们来操练一下 第一个单词 打开 英语叫做open 德语叫做 of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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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记住 这个音要把每个辅音都要发准 f就是发孵 而n就是发n 跟英语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必须要把它发准不能含糊 再来一遍 ofnen ofnen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句话 叫做 我开窗 德语叫做 Ich öffne das Fenster Ich öffne das Fenster Fenster Chuanghu Fenster Chuanghu Das 相当于英语的定管词 The 我开窗 我开窗户 Ich öffne das Fenster 很好 第二个单词 能够 相当于英语的天 我们德语叫做 Ku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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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 Kurong 是德国的一个重点城市 我们待会再说 德语叫做 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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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比较难发 因为它要发短音 你不能脱长 你不能发成 Kun 那是错的 要短 但是在短音里面 还要把这个 L 把这个L 发清楚 所以我们再来练习两遍 Kun Kun 很好 接下来我们来重点学习一句短句 一个问答 英语里面我们小时候都背过一篇课文叫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 Thank you 是吧 好 我们德语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个对话 问候对方 你好吗 怎么样怎么样 当然 我们德语里面是分 您 以及你 两种的 我们今天来学习 您好吗 因为我们一般接触的都是您的这种德国人 好 跟我来念一下 Wi Git 我们来拆开 我们把这几个单词拆开再来念一下 各位 OK 一起来 第一个单词 Wi Wi 第二个单词 Git Git 把嘴撇开 再来一遍 Git 第三个单词 Is Is 最后一个单词 Inan Inan 很好 合在一起 再试试看 Wi Git Is Inan Wi Git Is Inan 快点 我们来试试看 快一点 Wi Git Is Inan Wi Git Is Inan 这个Inan 大写的Inan 就是您 就是Z 我们之前学过的Z 当然因为它是Z的宾语形式 所以并不叫Z 而叫做Inan Inan 那么之前我们曾经提过 后面会学习一下 怎么回答 那今天就来学了 首先 过得怎么样 很好 谢谢 Dank Gut Dank Gut 不怎么样呢 哎呦 最近不太如意哦 Nicht So Gut Nicht So Gut 还可以 还凑合 马马虎虎 很多中国人都喜欢说 这什么一句话 Es Es Git Es Git 这句话非常的常用 比如说看电影 这部电影怎么样啊 还可以吧 Es Git 这道菜怎么样啊 还咽得下去吧 Es Git 你新交的男朋友怎么样啊 还行吧 Es Git 不要忘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用的一句短句 好 我们最后来回顾一下 您好吗 Wi Git Es I Nen 谢谢 很好 Danke Gut 不太好 Nicht So Gut 还可以吧 Es Git Seer Gut OK 课程的最后 老规矩来介绍一个 德国的城市 这个城市是德国的第四大城市 也就是我们刚刚学习的那个地方 叫做科隆 Kun 科隆呢 是位于德国的卢尔区 我们在中学的地理或者是历史的课本上 会知道这个地方叫卢尔区 在莱茵河的下游 靠近荷兰的地方 我们之前说过贝多芬的故乡波恩 也是在卢尔区 那里是德国 人口最最最稠密 人口密度最大的一个地方 从古至今两千年前就是这样 其中最最著名最最重要的城市 就是科隆 德国第一大城市是柏林 第二大是慕尼黑和汉堡 二三五两位 第四位就是科隆 他们四个是德国唯一的四个人口超百万的城市 也就是说别的城市人口都小于一百万 科隆这个城市呢 工业非常的发达 因为卢尔区本来就是一个重工业基地了 这个城市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 和法兰克福一样 都有两千年的历史 怪怪 不得了 在德国 在欧洲 两千年的老城 简直就是凤毛麟角 特别是在德国 科隆就是 他最早的时候是罗马人 古罗马人建造的一个军事要塞 防止日耳曼野人啊 来冲击用的 所以他的历史很悠久 现在呢 他是整个德国应该说是西北部最有名的一个城市 经济很发达 其中科隆有一个全世界都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 叫做科隆大教堂 怎么念 我们来念念看 叫做 Kulnadon Don 大教堂 再来一遍 Kulnadon Kulnadon 为什么会有一个N 会有一个EA在里面 有个N 是因为德语里面 城市加上EA就表示城市的 比如说上海 加上这个EA就是上海 上海的 好 科隆的大教堂 Kulnadon 这座教堂非常的高 一百六十米的巨型教堂 有人可能会说一百六十米算什么西区 我们家乡 电视塔就比这个高 请记住 这个教堂可不是现在造的 它最早的时候始建于1248年 什么叫1248年 我国南宋年间 当时的欧洲还是蛮荒之地啊 科隆一共只有大概万八人吧 一共就一万人口左右 要造一个一百六十米的教堂 怎么可能 所以他们只能发挥 于公一山的精神了 爷爷去世了 爸爸造 爸爸去世了 儿子造 一代一代往下传 结果造了整整三百年 才出具规模 真的是于公一山 等到这个科隆大教堂全部完工 已经要到十九世纪了 你们自己搜导看 花了多少年了 好 这个教堂以后有机会去看看 非常漂亮 非常壮观的一个教堂 当然 科隆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节日 叫做狂欢节 时间有限 不多介绍狂欢节的来历了 大家记住 狂欢节就是嘉年华 嘉年华就是狂欢节 德国科隆的狂欢节 只是文明 你想象一下 一到这个节日 整个科隆 包括周边的地方 万人空巷 不叫万人空巷 万人镜巷 都上来了 数以十万计的游客 然后包括本地之民在那 整个马路上 有很多很多盛装的那种队伍 在那跳啊唱啊之类的 然后人群都很嗨 都很欢乐 当然还有很多那种 什么像那种踩车呀 花车啊这种东西 有很多是什么政治粉刺性的东西 还有很多抛洒糖果的那种卡车 巧克力呀 糖果反正不要钱 你要减就减 每年要用到好多好多 吨的糖果和巧克力 整个气氛非常非常热烈 真的是嗨到爆啊 嗨到爆 这才是真正的嘉年华 这才是真正的狂欢节呢 不是像我们中国一样的 一个什么游乐场里面 来个什么嘉年华 这算什么呢 OK 以后有机会的话 三月底到四月份 到德国 到科隆那一带去看一看 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非常非常热烈 OK 今天的课程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不要忘了那两个原因哦 一个叫做A 一个叫做U 回去之后 多加练习 2 3 alman 7 8 9 10 1 1